啦啦隊員們帶著校旗進場 有數千名學生的光復中學 今年已經64歲了 校庭當天一系列精彩的活動表演 展現了學生們的活力 也見證了光復中學 啟發學生多元發展的成果 今天是好日子 來了那麼多的嘉賓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幾年 學校改建的成果 這個謝謝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的支持 我們將來的光復中學 更能爭爭日上 今年是光復中學64週年的校慶 那在董事長大力的支持下 其實學校的硬體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那我們的同學啊 其實都有很多的各方面的表現 像那個街舞 這次得到全國的第一名 將代表台灣到阿根廷去比賽 我們的競技啦啦隊也是全國第一名 所以其實光復是一個很多元的環境 讓所有的學生 不管你是學業方面 或者是其他的技能方面 或者是多元的這些 你的才能都可以來這邊 得到老師的教導 然後能夠表現更傑出 光復中學多年來 培育了許多在地人才 走過64年 消防期望繼續努力 打造更好的學習環境 給在地學生更好的教育 以及更好的未來 凱破新竹 陳洛宜紅採訪報導 打造 打造更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